夜幕下的百货商城上演惊心一幕 侵入者与守护者下路相逢刀兵相见 潜逃者与追捕者斗智斗勇千里奔袭 商场夜未眠 天网满目即将播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7月4号凌晨 接到了那个世贸商城的报警 有人寄入 并且讲那个 那个 咱们值班的庚服 给那个扎上伤情严重 正在送完院的初衷 之后这样 咱们第一时间 组组织咱们紧密干部现场 在这起突如其来的袭击中 庚服老上 全身多处遭到刺伤 大量出血 已经昏迷不醒 另一名工夫老靴 也被刀具划上了手臂 一时无法从巨大的恐惧中摆脱出来 他也是现场的目击者 表述当时进来的应该是一个年轻人 岁数不是很大 等其他太多的情况 他当时也没有反应出来 因为当时他也在荒乱之中 到底是什么人竟然如此胆大妄为 当这一幕出现在眼前时 在场的人们都惊呆了 嫌疑人还有刀 就是不停地就向 功夫身体进行扎 无论是哪里 只能扎到的地方 他就是尽全力地用刀去扎 老上已经年过半百 又是赤手空拳 显然不是行凶者的对手 尚某自觉不敌 然后就是说想要逃离说他这个攻击范围 但是他一直就是说 呃 一直就是说 撵着炸他 最后把他炸倒 感觉身体挺灵敏 个子不太高 挺瘦 一直拖着 撵着更夫 感觉手段非常残忍 救命 救命 正在值班室的更夫老薛 听见同伴的呼救声 赶紧跑出来查看 然后听着动静 他就过去去那个 一开始是看是什么情况 然后他一看这个跟老上打起来 他就上去就给这个歹徒打几拳 当时老上在他打斗的时候还能支持一阵 他一看老薛上来了 他那个精神上好像就有点放松了 就支持不住就躺地了 面对吃刀行凶者 吃手空拳的老薛并未退缩 完了这歹徒就搞刀给他划上了 歹徒一看他上来了 这个这个正打打他就跑了 他就撩出去撩到卖场里头去了 眼下最迫切的问题就是 凶残的犯罪嫌疑人藏在哪里 商场四周的这个窗户啊 以及可能逃出的出口 都已经是封闭的 也并且没有遭到外地的破坏 所以说初步认为 嫌疑人没有从这几点的方面跑出去 当时天比较黑 犯罪嫌疑手中有凶器 他用于那个狗鸡跳墙 这档车的枪支根本就使不上 因为你退不及防 如果先除了就突然的向你过来 你根本反不过来去开枪 商场内部非常暗非常黑 我们只能依靠几把手电 摊位非常密集 基本上都是卖服装的 旁边就是有什么模特啊 还有什么堆放的衣物啊杂物啊 嫌疑人躲藏在里边很难被发现 警方对整个商场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但就是见不到犯罪嫌疑人的踪影 这是福提口地面上的一块蓝色上布 引起了民警们的关注 大人说觉得说能不能是谁家做广告或啥 或者是跟时髦管理人员说放在窗台上 或者放在窗上 风吹落的或者是什么过程 咱们没跟他有啥太直接的联系 民警注意到 扇步正上方的天窗打开着 从上面吹下一根橡皮绳 当时商场的工作人员跟我们反映说 这个绳子不是商场本身的 也不是说工作人员携带过来的 商场二层地面距离楼顶天窗 足足有六七米这样 难道兴凶者就是从这里逃离商场的 当时我们从那个监控录像上看 他就是用两手紧抓着绳子 然后用双臂的力量进行一点一点往上倒 训练经验告诉民警 这种橡胶材质的伸缩很不容易攀爬 因为你这个有弹性 可能你往上上的时候 它一拽的它可能自然有一个拉伸过程 拉伸过程就需要你付出更多的体力才能上去 更危险的是 这里近临中央天径 稍有差池 进入这就会跌落到一层地面 因为他能把自己的身体在没有 脚下没有任何踩踏步的过程中 利用双臂的力量捋着这个绳索爬到楼顶 这个对身体素质要求要很高 那么 犯罪嫌疑人也是从这里进入商场的吗 监控录像显示 当天凌晨二时五十二分 一块扇布首先从上方落下来 扇布是精心折叠起来的 看起来像一条后世的口袋 它有可能是我还跳的时候 会跳到那个反目带上 因为反目带的挺大 跳到那个反目带上应该对身体有个缓冲 也不至于伤了他自己 三十分钟后 犯罪嫌疑人终于出现在镜头中 不过他是顺着绳子爬下来的 那么 他扔下这块扇布有意图何在呢 我们初步认为 这个袋子有可能是 嫌疑人拿进来作案 针对商场的财物为目标 拿的袋子很有可能是为了装点财物所用 犯罪嫌疑人走向旁边的南庄区 警方推测 这名男子既然是冒着生命危险 从天窗侵入 又准备了一条硕大的口袋 无疑是为了盗取大量财物 可能犯罪嫌疑人 在正在实施盗窃的时候 耕夫发现了 发现之后上去制止 在制止过程中犯罪嫌疑人 为了掩盖自己的行动 或者便于实施自己接下来的盗窃行为 将功夫刺赏 随后出现的证据显示 实际发生的情况 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空荡荡的商城内 侵入者与守护者 谁先察觉到对方的存在 因为毕竟商场没有灯 没有打灯 视力视线很不好 它肯定是第一时间 这边得选择把手电打开 既可以放弃作案 又可以暗处藏身 它为什么还要冒险出手 如果他要去一楼的情况下 他会担心那个二楼 扶梯旁边木椅上的那个耕扶 是否会发现它 商场夜未眠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就在警方紧张侦查的同时 医院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在袭击中遭受重创的耕扶老尚 由于失血过多 已经不治身亡 为自己的工作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从这段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出 当时老尚正在极力躲避对方的追杀 令警方感到不解的是 如果犯罪嫌疑人是以钦材为目的 他为什么拼命追赶手寸铁的老尚 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能 两人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遭遇的 据当晚一起值班的耕扶老薛回忆 凌晨二十三十分 他回到值班室 老尚立即起身 带着手电和收印机到卖场中巡查 这么大的商场 薛云庚保卫人员 应该是两一组或者三人一组 他互相有个照应 一旦发生紧急情况 能够互相配合 互相有个支持 及时报警 案发前后那段时间 世贸商城正在搞维修 四面都安装了脚手架和梯子 为了通风际 楼顶的一扇天窗一直打开着 没想到给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可诚之计 犯罪嫌疑人进入县场之前 进行了充分的裁点 他只能侵入口 只能有出口 他唯一的进口是填盘 唯一的出口也是填盘 嫌疑人选择这个时间 正是因为这个时间在商场的外部 也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商场的内部也是 耕夫和值班人员 防范最松懈的时候 说白了就是说 他认为应该是他们睡觉的时间 在犯罪嫌疑人的想象中 此时的商场应该是一座 正在酣睡的空场 他就认为商场关门了 没事的 肯定就像个人家 自己家的小麦铺了 我上店了 关门之后屋里也不搁人了 就这么地了 没怀疑到是工夫 会这么尽职尽责 他可能是就怀疑是商场 内部只有是工夫在工夫市里面 进行呆着 但是他没想到工夫会一楼二楼来回去 进行巡视 水都清楚 一旦两人下落相逢 这条歪歪斜斜的长凳 似乎透露出了当时紧张而凶险的气氛 地面上洒落的斑斑血迹 遗留着老上的一支布鞋 警方推断 这里应该就是两人遭遇的地方 警方注意到 老上随身携带的手电筒和收音机 仍然摆放在长凳一头 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收音机还开着 正在播放老上喜欢的二人传 当时老上所处的位置 离扶梯口只有十几米远 因为那个收音机的声音非常大 就是嫌疑人下来的时候 应该也能听着这个动静 显然正在听收音机的老上 没有察觉到 此时此刻 一个胆大包天的夜行者 竟然从天而降 悄悄地进入了他正在守护的商场 因为毕竟商场没有打灯 视力视线很不好 他肯定是第一时间 得选择把手电打开 向那个发现的地方进行照 进行试探着看 老上的手电筒电量充足 但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但恰恰手电没有开启 认为他没有使用 没有使用也可能证明他没有发现 特别是广播还一直处于在打开状态 当时证明受害人 当时在受到攻击之前 应该属于是无意识状态 这种情况显然出乎犯罪嫌疑人的预料 监控画面显示 他并没有急于动手实施盗窃 而是小心地四处查看 那么嫌疑人呢 没有马上有其他的动作 而是围绕着耕扶的位置 进行了观察 他应该是在刺激 刺激什么呢 他要刺激 给自己创造这个作案前的前提准备 世贸商城是长岭县规模最大的购物中心 分为上下两层 经营面积达到三万平方米 六七百家店铺 犯罪嫌疑人或者放弃作案 远路逃走 或者绕开耕夫 躲到别处 可是他为什么要主动袭击耕夫呢 嫌疑人进入现场之后 那么明显的目的 应该是奔着财务来的 一楼呢 是寝财类的犯罪 二楼呢 基本都是服装鞋帽等物品 而一楼呢 有金店 有电子产品 所以说我们分析 嫌疑人的这个目标吧 应该是 向这个贵重物品那块来 更复老上所处的位置 近临二层天井 而几家金店 恰恰分布在一层天井中心 都在老上的视野之内 撬开柜台玻璃盗取金器 肯定也会发出响动 有响动耕夫 必须知道 必须知道之后一喊 可能要以报警 可能警察迅速赶到 或者是其他耕夫在赶来的时候 他想走都走不了 即便盗取金器得手 能否顺利逃离现场也是问题 比如说从窗户从门呢 可能会瞬间跳出去 或者闯出去 之后就能逃离现场 而这个他进出口 是在天窗那块 他必须得有 给自己留有一定时间 犯罪嫌疑人应该知道 东北地区 生夏世界天亮得很早 而耕夫老上在长凳上 入神地听着二人传 一点没有走开的意思 做的时候他就觉得说 如果说他要不走 一是我没有时间的记忆 再去盗窃了 然后在这一瞬间 他就摸上了说 不行我就把他整死 就把他杀了完之后 我得眼睛套东西最快 不打目的不罢休 不惜生命为代价 并且也不惜遗憾 不惜这个 侵害他人生命为代价 过去不遗憾 遭到突然袭击后 老上的第一反应 就是奋力还击 试图控制这个非法侵入者 跟他俩的体力相差 应该很悬殊 贤人比较担保 各复对自己 咱们分析应该有一种自信 是我足以制服的 但是没想到 这贤人身上他有兇气 像这个老徒年龄比较大 虽然比较尽职尽责 同时来讲 还是发现紧急情况 很难应付 虽然你非常勇敢 但是来讲 你犯罪协议人 他这个心理 他是属于冲冲击恶 你很难应对 身受重伤 手无寸体的老上 只好跑向刚复市 并大声呼救 但是凶残的犯罪嫌疑人 依然穷追不舍 直到庚夫老徐出现 第二个庚夫的出现 他应该意识到商场的庚夫 并不值得一个人 对不对 现在当时的嫌疑人 已经感觉到 他应该感觉到 自己所面临的情况 会越来越严峻 犯罪嫌疑人 彻底放弃了 钦夺财务的想法 一心逃离现场 逃亡途中 少了一件衣服 却多了一个纸箱 蒙面男子意图何在 因为现场出现那么多血迹 他连续刺了上行动物四十余刀 这个时候 他的实验上一定会有血迹 凌晨时分 绝无声息地出现 莫名其妙地耽搁 出租车是否先射其中呢 看到那个闲人有一个打电话的动作 当时我们班人员分析 他有可能是打电话叫车进行外逃 或者说告知家人 商场夜未眠 天网暗幕正在播出 从天窗离开后 犯罪嫌疑人又逃往何处呢 逃离之后应该是从世贸南侧这个围墙 到地面之后 向东逃离 经过我们昌立县宾馆门口这个视频 和七皮狼这个服饰这个视频 向左转向北行进 虽然图像不太清晰 但细心的民警注意到 犯罪嫌疑人的着装发生了一些变化 主要变化在哪儿 就是说没有外套 他穿的是一个小衫 用我话说就是穿的是衬衣 他外套没有了 与此同时 犯罪嫌疑人的左手里多了一个纸箱 这个箱子里装的会是什么 因为现场出现那么多血迹 他连续刺了伤性动物四十余刀 这个时候 他的摄影场一定会有血迹 所以说他到达室外之后 他第一时间来把自己的血迹先收起来 所以说我们推断 这个箱子就是用于闲人逃跑时装 他在作案的时候一些物品 可能会是衣服啊帽子之类的东西 进行为自己进行演示 避免群众从直观上就发现这个人很反常 犯罪嫌疑人一路步行 好像很熟悉街道的样子 他大概不会想到 从案发现场开始 他逃亡的轨迹 就被治安摄像头全程记录在案了 近几年这个县政府 对这个贴网工程的建设 非常重视 所以说这个 在城区内部主要接口 引进密集区通话场所 以及这个城区的出口 上了一个治安视频 整个达成了一个很密集的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侦查显示 进入这片居民区之后 犯罪嫌疑人的身影就人间蒸发了 再也没有出现 当时怀疑他这个应该是嫌疑人 落脚点有可能是在这块 就是在这个它消失的区域 然后我们就是一是组织警力 向四周啊 就是监控录像进行扩展看 二是对它消失的地域 进行那个逐户 逐家的进行排查 不久 一辆行踪诡异的出租车 进入了傍安民警的视野 他在这个闲人的去 消失这个区域 闲人经过后期又挑头回来的 然后又停留了大约能有几分钟的时间 之后又从另一个间探头的那个 消失了 所以说咱们认为这台车呢 那个有些不太寻常 这个出车消失这个四五分钟 干什么了 会不会在等人 会不会就是给别人送东西 当下运营的出租车都装有GPS系统 随时将行驶数据 传回出租车所属的管理公司 然后我们对那个出租车的GPS轨迹 进行分析发现那个出租车 在闲人消失 地方出现之后 向长村方向走了 我们初步怀疑就是 闲人有可能到长村之后 倒车 向别的地方逃窜 然而这只是一种推测 这辆出租车和逃亡的犯罪协议人之间 真的存在关联吗 我们从监控录像分析就是 看到那个闲人有一个打电话的动作 当时我们班人员分析 他有可能是打电话叫车 进行外逃或者说告知家人 警方依法调取了出租车司机的通话记录 果然发现了一条可疑的来电 他在凌晨四点多钟的时候 接到了一个电话 而接电话的时间呢 恰恰就是嫌疑人在监控录像中 打电话的时间 这两个时间相符 直觉告诉办案民警 他们现在可以揭开犯罪嫌疑人的面纱吗 反常的举动 紧迫的刑场 都是为了逃脱紧随其后的火线追捕 说姐给我拿点钱 完了我说我就四百块钱 然后我就给他拿了 我扣到我没那些钱我就四百块钱 完了说不过我说得拿 家人的协助 地形的遮掩 犯罪嫌疑人一心亡命偏崖 学过地里的人都知道 那人家是大厦里和小厦里分过地区 一旦进入市场 犯罪嫌疑人 一遇藏身就无法做 商场夜未眠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凌晨时分蒙面男子闯入商城作案 制造了一死一伤的惨剧 常陵警方快速反应 旋律侦查 七个小时后 他们成功地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魏某二十四岁 常陵县妖驼子乡村民 据知情人透露 魏某经济拮据 最近经常外出 不知在做什么 案发前后 该人并不在妖驼的家里 基于团链反应 也不清楚 他是外出打工了 还是在县里 都说不清 案发后 魏某的身影就消失在一片居民区里 而魏某的二姐 就在此地租住 姐姐随后向警方交代 案发当天凌晨 弟弟突然来到家里 手里拿着一个纸箱 我都没看到那么些鞋 他们说成些鞋了 我没看到那些鞋 换赶紧的那个埋的衣服 我都没看到啥 看着黑方的袋 酥的 当着姐姐的面 魏某点起灶火 烧掉了作案所穿的衣物 这个反常的举动 让姐姐意识到 弟弟肯定犯下了大错 说两句 我说得自首 我说得 犯事就逃不了 现在 就说这句话 先人早晚得罗瓦 你不如让他尽早的 扶法 重新判处 早日可能还回归社会 对家庭来说 也不是为是一个好的结局 然而 此时的魏某心存侥幸 不肯自投罗瓦 说姐给我拿点钱 完了 我说我就四百块钱 然后我就给他拿了 我过到我没那些钱 我就四百块钱 完了我说不够我说得拿 我说不够 那得多些 完了那个 我说没有了 再就又卡了 然后卡我拿了 就是说在困难面前 作为亲人 作为朋友 帮助一把是对的 但是你分帮助对象 是干什么 为了什么 明知是犯罪的人 而为其提供衣食住行 这也是在犯罪 当时也没心思 就会去害怕感觉 不知道那夜的大事 啥都没行 过后我害怕 过后不心思 过后 警察找了说了 说得什么 包毕三年十年 之前也没心思 也不懂 24岁的魏某应该意识到 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 他把自己的亲人 一个个拖入了犯罪的泥潭 应为某的请求 亲人们或是提供资金 或是开车接送 或是协助选定藏匿地点 犯罪嫌疑人的亲属 他们内心当中是亲情大于法 不惜处犯法律 是吧 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前务 帮助其躲避法律的制裁 后就很惨痛 这些几位亲属 毕竟受到法律的拘据 在亲人的帮助下 魏某从吉林省长建 长途奔袭一千多公里 脱经长春哈尔滨 一直抵达边境城市 黑龙江省黑河市 爱辉区河西村 学过地理的人都知道 那要是大厦里和小厦里 分布地区 一旦进入深山 犯罪嫌疑人 异于藏身 就无法做 另外呢 他就是边境城市 能不能约经潜逃 这都是我们考虑 2016年7月10日 负责追捕的办案民警 获得一条重要情报 魏某出现在村庄里 一家商店中 专案组果断决定 立即展开抓捕行动 通知之后我们就简短的问了一道 说你值不是用啥的 说值得 你隔人咋是值得吧 说值得 说我把银整坏了 你愣了 这啥啊 这啥 这银马买入咖树 咋咋 咋咋咋 咋咋咋 咋咋咋咋 落网后 魏某交代 最近一段时间 痴迷于买彩票 赌运气 为此投入了很大一笔钱 去年冬任 一多点 输一万多 上阶段输 也九千多 就一次 就是想赢点 赢得两好钱 然后越想赢越输 案发前 魏某到世贸商城闲逛 悄悄地蒙生了 入室盗窃的念头 就他那个世贸底下摆的那筋子 白天溜的时候看着人 那天晚上正好喝点酒 就想去 这时候想完就是想偷点筋 魏某留意到 当时世贸商城正在进行大维修 他觉得有机可乘 当时有个施工堆 给他装修 搭的那一层层架子 正好能搭到那房间 我看就爬上去 北深他这个安防疫之处 加之维修 把这个安防啊 这个这个这个理念呢 更加弱化 这样给犯罪嫌疑人提供可乘之际 这起严重刑事案件的发生 给商城经营者 交响了警钟 他们按照警方的建议 及时改进了相应的安防设施 和安保队伍 对这些人员呢 首先从装备上 当天我们就给落实了 包括他一些保护措施 由我们原来的指示更服寻常 变为这个更服和保安人员一同寻常 加上我们的监控的这个 是全力的全程跟踪的 一直到商场外围的这些远户外线的 这些防护的东西 我们都上来了 24岁的魏某最初只想入室盗窃一些贵重财物 不料却演化成一场野蛮的伤害和杀戮 目前警方已涉嫌故意杀人罪 将魏某移送检查机关 而他的四位亲人也因涉嫌窝藏包庇罪 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正在等候法律的裁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